近日有网友在PTT八卦版发文询问白小燕暗生的有那么惨吗,引起了乡民热议,也勾起了许多人二十年前的可怕回忆,纷纷讨论当时事情发生时的状况,有网友回忆当时的情形,当时超级可怕好吗? 白小燕那时被整的多残网络上都Google得到,法医后来验尸,绑匪跟白冰冰讨价还价时,白小燕早就已经过世,十分可怕,还有当时陈信心与同党在逃亡时到处抢劫民宅,大摇大摆坐在别人家里吃饱喝足钱才拿完再强奸别人,有时当着被害人家人或是男友老公的面前强奸, 有一件案子还同时强奸一对母女,十分变态,警方因为当时民风朴素,许多被害人不敢报警,保守猜想实际被害人数至少数十名女性 网友还表示,当时陈信心为了逃亡还跑到整形诊所威胁医生为他整形,还性侵诊所护士,最后将整个诊所的人都杀光 十分残忍,当时晚上九点,十点街上就完全没人,家长都亲自到学校接小孩,怕他们发生意外,最后陈信心还绑架了南非的五官 猖狂的程度简直令人无法想象,当时陈信心闯进南非五官卓茂奇的住家中,将其一家人当成人质,经过后友宜谈判之后,跑出卓茂奇领养的西个月大幼儿 这画面让许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,卓茂奇的女儿克里斯丁被释放出来时的画面 事件的最后,后友宜与谢长廷一起跟陈信心谈判,他才接受投降 结束了这一场悲剧,许多网友也纷纷附和表示,那时候学校和警察局都有贴他们的通气罩,小时候下课老师都会说不要逗留赶快回家 只要想起这个我都会有阴影,晚上不敢出门 连中南部的网友也表示当时看新闻觉得台北超危险 这位罪孽深重的恶魔已经在1999年被枪决了 可是他留下的伤害是许多人心中一辈子也无法痊愈的